12月29号上午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 张展被控寻衅滋事的这个案子 法院当庭认定张展寻衅滋事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4年 西方很希望通过炒作张展这个事来分裂中国 陈秋实跟张展其实都是一路的货色 只不过陈秋实上过电视节目稍微有点小人气 而张展这个货就是踏踏实实的蠢了 2月3号张展在疫情的初期直接进入了武汉 随后多次通过微信推特油管以及各种文字视频的方式 发布大量虚假的信息 还接受了自由亚洲大纪元的采访 他拍的视频可都是有立场的 明显就是找事来的 而视频主要也是为了发到境外的网站 目的和陈秋实完全一样 他发表在大纪元的文章标题都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 比如这些什么体制缺陷冷酷残忍的封禁 最基本的生存圈无法保障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意义 以防疫实性的奴化管理 卡点封闭专制奴役的象征 全是这套烂七八糟的玩意 这里面的内容更别说了 境外反华那些人跟媒体是如获至宝 简直是深入一线反华 给轮子西方媒体制造一手的好材料 后来他说的所有的内容 全部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就地实现了 这脸打的是他娘的怕怕的 所以当时他搞的这些事明显就是动机不良 目的就是为了给境外反华势力提供各种素材 5月14号张展在武汉直接被抓 那张展被判四年冤枉不冤枉呢 咱们可以看看他的视频内容 我觉得你们说的有一部分正确 就是你们确实是为了人的肉体的健康 但是人活着绝不能单单为了肉体的健康 失去公益和真理 所以你不能说说我为你肉体健康 你就是合法的正当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代表公益和真理的话 你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 所以我今天还要做我认为代表中国公益和真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推倒这个价格 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今天在中国最要紧的事情 全不是肉体的健康和价值 而是公益和真理 那我问一下 你们觉得人就可以跟动物一样 说关就关 说工作 然后让他们放出去工作吗 跟牛跟马一样 不吃草的拉回圈里面 吃草的拉放出去 是这样子吗 再不听话跟鞭子打 是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对付老百姓吗 看见了吗 拒不配合防疫政策 多次冲卡 破坏设施 特殊时期给国家添乱 你们就听听他说的话 整个一个你骂二撒子呀 他是苍蝇采蜜呀 装缝啊 他不是医生 也没有记者证 张口自由是闭口人权 说自己是什么公民记者 不扯犊子吗 判四年都是清的 他这边刚判境外反华势力 是原地高潮啊 这就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事情 美国国务卿小猪蓬佩奥 直接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张展 美国之音啊 说张展绝食了五个多月了 已经骨瘦如柴 好家伙 你看这大脸蛋子 全是熟悉的味道啊 这帮反贼呀 他们是茅房里面打瞪拢啊 招食啊 最后坚决支持依法制裁张展 顺便还得给他看看 是不是静神有他娘的什么问题 国家的罪人这种人就是退